好那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上課的所有的講義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線上這樣子 那你可以到這個 就是到這個我的網站的授客內容 授客內容在這裡可以點到 點到之後來這個人工智慧食物工作坊 我們先點開第一課這樣子 那第一課點進來 我們先講一下今天要講哪些東西啊 今天我們總共有四個Session啊 那這四個Session早上我會帶你們 就是了解這個大致上的內容這樣子 然後 然後下午啊 下午首先我會先介紹這個基礎知識啊 就是你們知道說這個人工智慧物 它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它會walk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一下基礎知識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介紹這個 基本的這個神經網路的介紹這樣子 我們會帶你做一個 你人生第一支這個神經網路這樣子 然後第四最後一個Session的時候 我們會自己做一個圖像分類器啊 那圖像圖像識別就聽起來就比較像這個人工智慧了嘛 好那我們首先這個R圓這個部分大家已經打開了嘛 那這個 這個畫面大家已經這個做出來了 那只是說 這個電腦問題的話這個大家一定要去解決啦 因為下午的時候我們一定是要用自己的電腦 然後加上這個 呃要預先灌好等一下我會講好軟體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打開了以後 我們第一步要怎麼開始學習程式語言啊 最開始的時候啊 我們這個程式語言 呃我們就先把它當作是一個計算機 那這個計算機要怎麼用呢 這裡是不是有 這裡是不是有一些語法 大家以後看到我的這個講義裡面啊 有這個框框的就代表這個語法 這語法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直接複製 然後可以到RStudio這裡 直接貼上 好貼在左上角喔 貼在左上角 看起來沒有執行嘛對不對 我們執行方法改成這個樣子 就是 我們把它 highlight起來之後 用run 好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是不是打了這串語法 然後在下面會告訴我一個答案 好這樣知道這個 程式語言他要怎麼進行執行的嗎 左上角打開一個類似記事本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R的語法 這個R的語法把它highlight起來之後 按run 這樣子我就可以得到答案 或者是我直接按sauce 這樣我可以直接執行所有的程式嘛 但是因為他其實沒有把這個就是 結果把它print出來啦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他沒有執行這一堆程式嘛 好所以這樣大概了解說 這個程式語言他是怎麼去運作了嗎 就是我們左邊 我們左上角先開一個script 開script之後我們一行一行 按run highlight之後按run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的答案 好不過這個部分當然是非常簡單啦 就是你告訴我說你不會我也不太相信啦 就是這個我們就不需要練習了 那我們首先啊就是我們要來介紹一下這個 呃就是這個 程式語言裡面最基本的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的函數 我們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 東西啊都經過一個函數之後 這個函數可能可以做非常多事情啦 呃不見得只有 呃不見得只有基本運算的功能 經過這個函數之後他會output出一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等一下我們也許也會自己寫一個函數 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函數的構成是什麼 函數的構成啊是 就是一串英文字或是數字之類的東西 然後加上個小括號 所以在R元裡面你只要看到小括號就代表它是函數 你只要看到小括號就代表它函數喔 小括號裡面的是我們的input 然後他輸出的結果就是我們的output嘛 好我們這邊打個exp exp就是我們的自然指數運算 自然指數運算 我們如果直接在這裡 輸入2 那我們把它highlight起來之後 按RUN 這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這個exp小括號這代表是函數 這2代表是input 這個7.38這個代表是output 自然指數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那個ABCD的1的幾次方 這知道吧 如果按exp 1 那出來就是自然 自然數嘛 這樣可以吧 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一些其他的函數 像SQRT 跟LOG SQRT10 大概3.16 如果是9呢 我們大概非常容易可以了解 就是9就是3嘛 那LOG3 它就是1.09 LOG3 那底數是多少呢 底數也是自然數 這樣可以嘛 這樣可以嘛 好 那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啊 這個 呃 我們剛剛函數的這個input 看起來只能夠一項嘛 對不對 實際上它可以不只一項 就來說像LOG 剛剛是以這個自然數為底嘛 對不對 那實際上啊 它也可以以其他數為底 那我們要怎麼指定其他數為底呢 我們可以這樣寫 可以寫 LOG3 然後BASS等於3 LOG3 BASS等於3 我們按RUN 它就會告訴我1 那我們的LOG9 啊 BASS等於3的話 那出來是多少 2嘛 對不對 可以理解 啊對了 忘了跟大家講 如果你如果有游標值在這裡 你直接按RUN 它也可以直接弄這一行 你不見得要highlight 好那 這個 如果你不打BASS可不可以 主要說你直接打LOG93 好也是可以的喔 好所以說 這樣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在RUN裡面啊 這一個 一串英文字 加上個小括號 就是你主要是以小括號為核心啊 你只要看到小括號 就代表它是一個函數 函數裡面就是要輸入一些input 那有了 丟給它input之後 它就會產生出一些運算結果 變成output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函數是我們RUN的核心 好那 函數 你了解了以後啊 就是 這個都還不是很難懂的概念嘛 對不對 我們再教下一個概念 下一個東西叫物件 物件就是啊 我們在做這個 打這個計算機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記憶儲存之類的件 假如說我現在想要把 log9.3 這樣的一個函數的輸出 把它儲存 暫存下來 這個暫存下來喔 我們就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技術 就是 假如說等於x 所以在RUN裡面 這個等於啊 代表把右邊的東西 存到左邊去 注意喔 等於這個符號是這個意思的喔 那 左邊這個x 這個x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注意 但是啊 當我們按下 注意一下我們的右邊 右邊是我們目前暫存的物件 總共有哪些 當我們RUN下這一行之後 右邊是不是出現了x 代表我們現在 裡面有個暫存的物件是x喔 好 現在x就是2 為什麼 因為log9.3的結果是2 這樣可以吧 我們現在把這邊清空 再打一次x 問x是什麼 他會告訴我找不到物件的x 當我重新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是不是x出現了 我再按次x 他就告訴我是2了 所以說 我們現在學到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是 函數 第二個是物件 那 這個 物件啊 物件它可以有非常多種這個 啊 舉例來說x它也可以等於2乘2乘3 那不見得一定要是函數的輸出啦 好不好 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按RUN 那我們再看x 這個時候x 想當然的就是12嘛 對不對 好 這個 這個 輸出這個物件的結果 除了直接 把它打出來以外 你還可以用print這個函數 這print這個函數啊 可以幫助我們 直接把這個結果輸出 好我現在 我現在把這一行 這些刪掉 然後我就打x等於log93 然後printx 這樣這就是一個完整語法 我玩sauce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我2 好我現在把9改成27 我再按sauce 那當然答案就是3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這樣大家知道RUN跟sauce的差別了 RUN是直接把 這某幾行的語法 直接請它在左下角打出來 sauce直接執行整串語法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們這個物件啊 它有趣的地方是 物件也可以拿來直接做運算 就來說物件 這個x x它如果直接除以4的話 現在的x是3嘛對不對 x如果可以直接除以4的話 它就0.75對吧 好那我們當然也可以 x除以4之後的這個結果 也把它儲存成y這個物件 然後並且把yprint出來 我們再按次sauce 好那 舉例來說這個sauce 這個語法 我們如果把這個27 改成 舉例來說改成123 我們再按次sauce 它就會給我們答案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整個這個R圓的基礎啊 就是我們現在了解一下基本架構 欸就是 首先你要開一個語法檔案 這個語法檔案透過左上角這個符號 有個加上Rscript 你可以打開一個R的語法檔案 那這個R的語法檔案 上面你要打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 小括號代表函數 所以所有我使用到函數 都有小括號這個特性 然後把它的結果 要傳給左邊的物件的時候 需要用到等於這個符號 然後最後我想要看結果的時候 然後我可以把它print出來 那RUN這個鍵 代表是執行某一行 或者是某一些我被highlight的地方 比如說我一次highlight兩行 它就會執行兩行 把RUN的意思就是 把我highlight的語法 執行在左下角的地方 sauce代表是執行整個語法 然後直接把結果輸出 右上角的地方 左下角的地方 就代表這個打語法的地方 右上角的地方 代表目前的暫存物件 總共有哪些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的描述 右下角的地方 是我們的資料夾結構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就是繼續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也就是大家先開好語法 然後把剛剛的過程把它 這個重複一次 然後我們才確保 我們等一下後面才開始進行 好那這個 呃 當你學會基本的這個 R圓的構造之後 我們要開始一步一步去展現它強大的能力啊 它第一個強大的能力是 這個 呃運算啊 不見得要以這個 一個一個來算為單位 我們可以一起算 那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先指定這個x啊 它可以是同時有 同時有123455個數字這樣子 當我們執行完這行之後 我們把xprint出來看答案會怎麼樣 他說我們現在有12345 x裡面有5個東西 好不是只有x不是只有儲存一個東西 它一次可以儲存5個東西啊 這樣可以吧 接下來我如果直接打x 這個的意思是三次方的意思 x的三次方 到人家run了之後你會發現 每一個數字都做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物件它厲害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好那兩個物件 彼此之間也可以互相加減乘除 舉例來說 這個x跟y啊 它分別是12345跟67980 這樣子啊 y-x 它就相對應的每一個每一個都互相 做一個減 那x-y y-x 它就是這個 每一個互相這個層這樣子 好 那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 我怎麼樣把這個 把5個數字合在一起 我是不是用了一個c小畫號 那c小畫號如果按照剛剛上課 如果仔細聽的話你應該有感覺 這是一個函數對不對 所以c這個函數啊 它本身 就是一個 這個把很多東西合在一起的一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我們交了幾個函數 我們交的函數不是很多嘛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交到最重要的第一個函數 就是c這個函數 前面那個什麼 exponential啊或者是什麼 sqrt 那種不重要 那個函數我們今天再也不會用到 好但是c這個函數是會用到的喔 所以c這個函數要稍微記一下 好 c是 中間以豆點為件 把不同 數字合併在一個物件裡面這個函數 好那我們 我們來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就是 這邊開始 這邊開始我建議大家一定要非常認真聽啊 因為這邊如果 這邊 這邊是非常非常難的 就是 因為我們開始要帶大家理解這個 這個 阿圓的整個 所有物件的這個 種類 跟邏輯 這邊有點像在背英文那種感覺啦 一開始你總是要經過一些痛苦 然後後面你才有可能 就是 去 完全的了解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有物件這個東西了 有物件這個東西 物件也有分成很多種類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啊 物件裡面居然可以有很多東西 所以物件 它其實可以是anything 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把物件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叫變數 變數就是啊 這個物件啊 它是一圍的 一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欸這個 它就是 覺得說它的長度為五 就是五個數字 或是五個 覺得說五個文字 或是五個什麼 五個整數啊 或是五個邏輯值 邏輯值就是True跟False啊之類的 好這是變數層 變數層就是維度為一的這個 呃這個 這個 這個變數 那它總共有 這幾種 好那變數 這個維度為一的這個 向量 我們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向量 這樣可以吧 向量就是 數學上我們學到那個 跟矩陣相對應的那個東西 現在就是 呃 1乘與N的這個矩陣 就是向量 這樣可以嗎 好 那變數層 如果你了解了之後 那你就知道說 那物件一定有 二維或三維以上的東西嘛 對不對 舉例來說像矩陣就是一個 二維的 數值陣列 或者是 呃或者是文字陣列之類的 如果我們把東西排成 矩陣的格式 或者Excel資料表的格式 它就是第二層陣列層 陣列層除了二維以外 它也可以允許三維的陣列存在 四維的陣列存在 四維的陣列存在 好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 以圖像 我們今天 最後我們會用到圖像分析 圖像就是一個三維的陣列 什麼叫三維陣列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 這個圖像啊 圖像我們今天看到一張圖 它的這個 它的低位 它其實是三個矩陣疊在一起 這三個矩陣啊 覺得說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讀取了一張圖啊 這邊可能有一個數字 兩個數字 三個數字 好 這可能是第一個矩陣 它的每一個矩陣啊 值是見0到255 或者是0到1 這兩個 不見得是哪一個 去描述它的這個 把黑色到白色的程度 1的話 1或255通常是描述白色 0的話通常會描述黑色 那 我們看到的圖是彩色的啊 彩色的圖是怎麼去呈現的呢 它實際上是三個這樣的陣列 這三個這樣的陣列分別描述 紅色的程度 綠色 綠色的程度 跟藍色的程度 那因為我們眼睛的這個 就是能夠感知的這個色彩 只有紅綠藍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呃 用三個 紅綠藍的這三個陣列 就可以描述出所有的顏色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在電腦裡面 圖像呈現的方式 那這樣一個陣列 它等於是有三個這個矩陣嘛 然後把它疊在一起 所以是一個 m乘n乘3的一個形狀 這樣的一個陣列 一樣在我們的陣列層 它是圖像 圖像的格式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最後還有一個叫列表層的東西 列表層的東西就是 如果今天想要把一個圖像 跟一個向量 它們兩個都 它們兩個本身之間 可能是沒有辦法合在一起的 就像說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 這個舉來說 m乘n的 乘3的一個圖像 然後同時 我有一個m乘3 n乘3的圖像 這兩個圖像是不同的圖像 上面就是狗 下面就是貓 這兩個 這個它的這個陣列是不是 維度是 那個長度是完全一樣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合併成一個 m乘n乘3乘2 的一個陣列 我可以繼續往下跌嘛 對不對 但是假設啊 我一個是m乘n乘3 一個是 但是舉來說 k乘 k乘j乘3 好了 k乘j乘3 跟m乘n乘3 它們兩個是不是沒有辦法直接合併 那沒有辦法直接合併的時候啊 我就要產生一個東西叫列表 就是我們現在下面看到列表層 列表層 我們是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list 這個list裡面的第一項東西 是這個m乘n乘3的圖 它的第二項東西 是我們的k乘j乘3的圖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 那列表裡面也可以有列表 假設我們也可以再產生一個列表 這個列表裡面的第一項 是這個列表 然後在這個列表下面的第一項 可能是那張圖這樣子 所以說到列表以後 我們這所有的物件格式 都可以在r語言裡面被描述 這樣知道嗎 就是無論它是結構化的 項量當然是非常結構化 因為它長度有限嘛 對不對 一維非常固定的格式 或者是正列 正列就是保證每一個維度 它的長度是一樣的 m乘n乘k 甚至在往後乘都沒有關係 都屬於正列格式 但是這兩個結構都還在標準化的 而從列表開始 它就是非標準化的格式 但是列表裡面可以有列表 所以說任何形式的 這個物件 我們都可以儲存在r語言裡面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要怎麼叫出那些東西 好 局來說 x等於12345 這個東西我們剛剛是不是已經 已經學過了 那我們現在啊 有一個函數叫lens 注意這是我們學到第二個函數喔 等一下我們就把那個 今天學到的函數抄在黑板上好了 那個 我們今天不會學到太多函數 不用學到那麼多函數 你就可以製作出人工智慧了這樣子 只是你要非常了解裡面的變化 好 覺得說x等於12345 那接下來lens lens是什麼 lens是長度的意思嗎 那長度小括號 這個意思就是問他說 這一個東西裡面有幾個元 幾個元素 好 那x等於12345 他report的5出來 這是可以理解的嘛 我們現在故意 再逗點一個6 再看一下lens 他出來的是不是就是6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他不是說最大值喔 我覺得我這邊9到7 他還是告訴我6 所以lens這個函數阿 他其實就在告訴我 長度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好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函數array 可以產生一個陣列 這個函數array 要怎麼產生一個陣列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語法 x等於1到24 這個 冒號的意思是 1到多少 我們現在在看一下我們的x 你可以看到他從1到24都有 所以他現在總共24個元素 對吧 好然後接著 array這個函數 array 你看到小畫號 所以你知道他是個函數 對不對 他首先填入x這個函數 接著 豆點 dim 就是dim的意思 dim等於c 他的三個維度分別是什麼 3乘2乘4 3乘2乘4剛好24 所以我可以把x填入 3乘2乘4的一個陣列裡面 然後並且按下a print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 他的第一層 注意4是最後描述的 4這個是最後描述的 他的第一個channel 是1到6 第二個channel 7到12 第三個channel 13到18 第四個channel 19到24 如果這邊改25 這樣這一串指令可不可以walk 呢 居然是可以walk的 他就 他就填到 剛剛好為止 那邊改50 也是可以 如果是 3到50的話 他就填前面的24個數字 這樣知道嗎 他這個 這個 array這個函數 如果你把東西填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填前幾個數字 好這個非常重要喔 因為 之後啊 我們要做這個圖像分析嘛 對不對 我們要做圖像分析的時候 我們要 給他做訓練的時候 我們 非常有可能要把resize之後 疊到同個陣列裡面 那我們就要知道我們 每一次填進去的圖像 是填到哪裡去了 這樣可以嗎 好接下來 還有一個函數 在如果我們要描述陣列的話 我們就需要dim這個函數 dim這個函數啊 除了他在這裡 他可以當作是一個參數以外 如果你打在下面 給他一個小括號 那就是代表了 他陣列的這個維度數 主要說 我們現在啊 可以dim 問他 a 他就會告訴我們324 那如果我直接問他lens呢 他就告訴我24 他總共有24個元素 所以大家知道lens的意思是什麼 lens的意思就是問他目前有幾個元素 那dim呢 就是問這個 他的 這個陣列的dim是多少 好我如果問dim 問x 他的dim是多少 他回答我 nun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陣列 不是陣列 沒有辦法用dim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接著再學習list這個函數 list這個函數啊 就可以把我們的x跟a 把它合到同個物件 x跟a 這兩個東西本身本來是不可能合在一起的嘛 但是透過list這個函數 我們就可以把兩個不相干的東西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l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l長的什麼樣子 l 你會看到l裡面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是x 第二個東西就是這個a這個5 這個陣列 好所以說這個 基本的這個 這個 向量 變速層的這個東西 跟正列層的 跟這個 列表層的東西 我們就基本上就介紹完畢了 大概我們今天學到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更詳細的介紹 我是建議大家上這個就是 我們醫學系開在這個 禮拜五這個 早上 三四節的這個課 那我們可以學到更完整的這個程式語言 好那我們現在 學到這個 呃 把東西打包成一個物件之後 我們遇到下一個更嚴 就是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那我們現在想要把它裡面的這個東西叫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去 有一個鎖影的這個功能需要了解 就算說 我剛剛說我們可以把東西打包到列表裡面 那我現在想要拿到 列表裡面的第一項東西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拿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說 鎖影函數這個東西的 產生 鎖影函數在R裡面用到的 是中括號 注意小括號是 函數 中括號是鎖影 這定義是非常明確的 X 現在是東西裡面好多 那我們想要X裡面的第三項 我們要怎麼用呢 X中括號3 這樣就告訴我們 我們要X裡面的第三個東西 我現在按下Enter的時候 大家可以預期出來的東西是什麼嗎 大概就是5 對不對 好應該可以了解 那我在中括號裡面 我給一個 3 5 這個35 我需要用C這個函數把它合在一起 它才有辦法一起 給這個中括號 那我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給我57 這兩個數字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啊 這個 中括號的用法就是 我現在可以去指定它 指定一個特殊的位置 那如果是陣列呢 陣列 為什麼剛剛這個豆點不能夠 一定要用C這個東西來把它合起來 是因為 如果你要用陣列的話 來我們來看一下陣列 如果是A 我們現在再看一次A A A是不是告訴我們 第一個Channel長這樣 第二個Channel 第三個Channel 第四個Channel 如果我們給它 312 那我們來看312 它應該出現哪個數字喔 我們首先來看2這個部分 它這邊是不是告訴我們2在這裡 所以它在這裡 那3呢 3是第一個對不對 3 1 2 所以它是11 我們現在print312出來 好它出來是11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知道它的描述方式嗎 第一個軸是 最左邊這個 第二個軸是這裡 第三個軸是 第三個軸是Channel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那如果說我們把 A3 然後我們後面兩個豆點 完全不打數字 這樣它出來是什麼勒 出來是 5 這個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對不對 我們來回頭對一下 它的東西是什麼 來 來3 後面不打嘛對不對 所以58在這裡 3後面不打嘛 所以11 14 3後面不打 所以17 20 3後面不打 2326 所以說如果你不打的時候 其實就是全要的意思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今天 假設想要某一個Channel值 舉例來說我想要第一個Channel值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打 那第一個Channel值是不是就出來了 那第二個Channel值 同理 好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之後如果我們要改變這個圖像 的某一個Channel值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到這個功能 或者我們想要把陣列裡面的某一個部分 直接換成那個圖片的話 我們就需要這個 需要用到這個鎖影函數的功能 好那接著列表層的物件鎖影方式 需要用到兩個中括號 注意喔 一個中括號 是這個結構化的這個 物件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中括號來 描述 那如果是列表層 我們就需要用到兩個中括號 好我們列表層裡面的這個L裡面的第一項 就是剛剛的這個X嘛 剛剛我們List裡面把它打包起來 所以當我們把第一個 這個L裡面的第一個物件 把它叫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X12物件 那如果我們給它看第二個物件的話 就是剛剛那個陣列嘛 那注意喔 鎖影函數是可以連續使用的 第二個物件裡面的 假如說 第一個 第一個Channel 那我們就可以叫出這個 這個A物件 A陣列裡面的第一個Channel 它所有的數字 好到這裡為止 你一定會覺得非常無聊啦 就是 這個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都在講定義嘛 對不對 非常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這邊 呃 就是大概隨便聽一下 大概就可以了解了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些考驗了 就是你就會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懂了 好我們在 但是在考驗之前 我們還是先把這個部分 把它學會 第一個是 這個 我們如果啊 我們用的這個 所影函數 再用等號 這樣的一個組合啊 可以把 數字把它覆蓋掉 好 現在我們的Y 它應該是 67980 它有沒有第七個 數字 它有沒有第七個數字 沒有對不對 我們現在如果直接打 Y7 它會告訴我NA 然後根本不知道 Y裡面的第七個數字是什麼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把 Y7 然後我們等於 3x5 這樣子把它 指定下去之後 右邊的東西 是不是傳到左邊來 所以Y是不是現在 應該要有第七個元素了 所以我們現在 再看一次我們的Y 欸 它是不是就有 第七個元素 是15 可是 那它第六個元素是什麼 欸我沒有指定它 所以說它就會 告訴我們 欸它的 第六個元素是NA 它不知道是什麼值 那如果 原先的 這個 原先的這個位置 已經有內容了 舉例來說3 第三個位置 現在是9 對不對 我們把它改成-1 那 欸它是不是被改成-1了 所以注意 鎖引函數 除了能夠叫出來以外 它也可以叫出那個指定的位置 強迫我們把它 replace 掉 這樣可以 最後 我們也可以進行這樣的操作 只要第三個數 等於第一個數加第二個數 然後第六個數等於第四個數乘於第五個數 我們再看一下Y 第三個數是不是前面兩個數相加 第六個數是不是前面兩個數相乘 好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個 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個 就是 Y這個東西把它 就是 把這個 透過鎖引函數 然後 把一些東西 強迫它 進入某一個物件裡面 所以我們的物件就可以指定它 任何一個地方的元素都是我們想要的 好那這個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這個實驗喔 來 這個Y 一開始是-1 這兩個數字 這個Y 我們現在把它print出來 Y是不是-1 那大家知不知道費波納奇數列這個東西 好我想大家 這個高中 多少上過費波納奇數列 也就是從1開始 然後 後面那一個數 就是前兩個數的累加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指定 第三個數等於前兩個數字相加 那我們現在再看一下Y 好它是會變12 那接著 第四個數等於第二個數加上第三個數 那接著再看Y 它是不是就123 那所以依此類推我們下去 它是不是就是1123583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這是我們的費波納奇數列 好那我們等一下大家就要完成這件事 但是啊大家完成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來學一個進階的表示法 等一下所有人就是到這個步驟為止啊 好不好來進階的表示法這個樣子 來我們現在這樣子我們是不是一行行要打 當然 我講義上面已經有了但是 講義上面已經有全部的語法 所以你可以複製貼上了 但是如果我現在想要 第20個數字 這樣是不是有點累 我是不是 因為 因為它必須一行行打嘛對不對 我必須一行行打 下一行要怎麼打 複製下來之後 8 6 7 好這樣是不是我要 我每次複製完之後我要改三個數字 是不是蠻累的 好我有什麼辦法 可以 比較輕鬆的往下複製貼上咧 有沒有要提供idea的 我們給大家一些鼓勵啦好不好 講一下 講一下話我們 到黑板上面寫名字 等一下我去講說這個 有一定程度的加分 好不好 有沒有人要講的 好吧沒有 那大家可能還沒有進入狀況啊 大家不要害羞 講什麼話都可以啊好不好 這一個 我們剛剛 我們之前是不是講說這個 物件啊 它是可以暫存一些東西 好覺得說我們現在 暫存一個物件 這個叫i i等於1 那這樣i是不是 i是不是就是一個 我們已經暫存好的物件了 這個i就是1 那i啊 i跟3的關係是什麼 是不是i加2 那這裡是不是i i加1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其他不要動喔 我們光執行這一行 這幾行就好了 我們按下run 欸喔喔我這裡 我這裡那個中跨號沒有結尾 我把它enter錯地方了 好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y 是不是1 2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那接著啊 我們是不是只要把這個 複製一次 y等於2 那這裡是不是 現在就是4了 那現在這裡是不是就是2 這裡是不是就是3 是不是都我們想要的 再做一次直行 好123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如果要這樣往下複製下去 是不是就可以這樣寫 好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只要改這個數字 就要3 3 4 5 好全部print出來 好是不是就可以到我們剛剛的程度了 好這樣子我們如果說我們要知道 費波納奇數列的第20個數 是不是透過這種方式是不是簡單非常多 好所以我們現在 非常簡單啊 就是大家等一下 把費波納奇數列的第20個數 把它放到螢幕上面 好不好 那個給大家一些時間稍微做一下 做完了舉手好不好 然後我們助教會到處去看一下 協助一下大家 好基本上剛剛大家 呃 費波納奇數列的第20個數字應該都自己算出來 不過大家一定覺得剛剛那個過程很白癡啊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I要打18次 或是有些人可能打20次啊 那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學到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回圈 這回圈這個東西啊 就是把我們剛剛重複的過程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我們都在複製天亮同樣的語法嘛 只是I一直在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把這個I這個東西啊 指定他 請他從1執行到20 那這怎麼做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指定 如下 好 x等於1 這同樣開頭嘛對不對 然後注意 注意一下這一個 這一個結構 我們先把這行刪掉 把這行刪掉 這樣的一個結構代表什麼意思咧 來代表 等一下大括號中間的東西 我要執行 20次 I從1 然後這20次的I 會跟著換喔 從1到20跟著換 那執行什麼東西咧 執行這一串 所以大括號我們是不是還沒有介紹過 大括號在R裡面 就是把很多函數把它合在一起 這就是大括號的用法 把很多函數 合在一起 到時候 如果我們交了什麼if else 後面也是加個大括號 就是這一堆東西 我要一起執行 把很多很多語法合在一起 就用大括號 那x x的d 他這樣子中間就是執行這一行 執行20次 並且這20次啊 他的I 會從1改變到20 所以他第一次的時候 是不是就在執行 x3等於x1加上x2 現在第二次的時候 x4等於x2加上x3 所以這樣子 我全部把它按完RUN之後啊 我就會得到 x的第22個數字是17711 所以菲波納奇數列的 第20個數字 是6765 這個答案有沒有問題 剛剛有沒有人沒有算出這個答案呢 應該都有算出這個答案嘛 好這就是回圈 我們剛剛為什麼要把我們的這個 就是結構把它寫的 寫成所影函數 第一個是寫成所影函數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比較標準化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物件 把其中共用的元素 會一起變動元素把它抽出來 沒有變動元素把它留在語法裡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回圈 執行完所有的語法 這樣可以了解回圈在做什麼嗎 這就是回圈 那回圈 它的意思就是其實就是I等於1的時候 我執行這行 I等於2在執行這行 依此類推到最後一個回圈的時候 做了這一行 這樣可以了解吧 OK 那注意一下回圈中 我們覺得說我們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覺得說students 今天剛好我有個向量 叫student的名字 那這個學生的名字 分別有小華小明跟小王 那score呢 score它分別是 18070 那來注意一下我的這一行喔 他past這個函數啊 past這個函數的意思是說 這個把它 這個貼在一起 所以我現在啊 在I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I等於1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第一個student 然後的考試成績為 第一個score分 這個sep是說 這個我把這個past這個函數啊 我用什麼樣的方式把它貼在一起 我什麼都不要 我直接把它貼在一起 所以我執行這個函數的時候 我執行這個sauce的時候 他就會把三行 這個名字有動 分數有動 就把它print出來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回圈我還可以拿來做這件事情喔 除了我可以拿來做 Faibonacci數列以外 我也可以透過 不同的物件 把不同的物件把它組合在一起 在這裡我用的是past這個函數 好我現在教了哪些函數了 我們來稍微複習一下 c這個函數 lens這個 c這個函數可以把 向量產生出來 array這個函數 可以把這個 正列產生出來 list這個函數 可以把list就是列表產生出來 然後接著lens lens可以做長度的 問他長度多少嘛對不對 還有這個 dim 就是dimension的意思 問他這個 維度是多少 然後 接著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past這個函數 貼起來 然後還有回圈 這個函數 然後還有所影函數 大概我們現在就教這些而已嘛對不對 應該不是特別多 好大家記起來這些就是 非常常用的啦 我們後面會完全一直用到 好那 注意一下 如果我們想要製作 不定長度的 廢波納奇數列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一個語法 我們這個20想要改 舉例來說我們想要改成 就要25 可不可以 好可以嘛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長度就會27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25 這個東西啊把它移到外面來 假如我們可以把它改成step 那這個step啊 我們是不是可以放在座外面 等於 假如說等於20 那這樣他是不是就可以 欸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多打了一個 好 這樣他是不是就可以 根據我的這個指令 然後把這個 根據我上面設的參數 然後去執行幾次 那你說這樣把它提取出來 有什麼好處咧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都放到最上面去執行 這樣子這個語法 是不是就比較乾淨一點 第一個這個語法比較乾淨 我不用說 我要改什麼東西的時候 改什麼參數的時候 我要到下面去改 總之我可以把 所有要改的東西 都提到最上面來 這樣語法比較乾淨一點 好第二個是 他其實還有起始數字 起始數字 起始數字 這兩個數字 我也可以改A跟B 那A跟B 是不是可以放到A等於1 B等於1 這樣就是最標準的 菲波納奇數列 那如果這邊改成 比如說3 8 好這是不是3跟8起始的菲波納奇數列 好這個可以了解之後 這個並不會太難理解嘛 對不對 從前面 那個回圈跳到這裡 並不會太難理解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東西打包成一個 叫菲波納奇數列的函數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函數怎麼做的喔 我們把 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把它 用大括號 把它包起來 注意喔中間我們把它弄成 大括號 那大括號的外面呢 我們需要兩個 來轉 它有哪些參數 A B STEP 需要輸入 然後它等於 你隨便叫我個名字啦 我叫它ABC好了 好這樣子 我先把右邊清空 大家看右邊現在是不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現在打了一個 ABC等於 喔 不不不不不 應該 這邊還有一個 FUNCTION ABC等於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的Input 是 AB 跟STEP 然後這個我怎麼利用 AB跟STEP呢 我在裡面首先 X等於AB 然後接著 4 I從 1到STEP 然後 以此類推下去 然後把XPRINT出來 我現在按架 RUN了之後 這個ABC 就是我的一個新函數 我ABC輸入 1 1 1 20 這是不是就是代表起始數字為1跟1 然後總共執行20步 它產生的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菲波納奇數列 好這樣懂了嗎 所以這個 函數是怎麼產生呢 函數就是透過這個方式產生的 裡面我們可以制定我們想要的函數的樣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指定我們想要做的這個步驟 好我們再來 我們假如說這裡改成 呃 假如說改了25 然後這裡改成3 那它是不是含13開頭 的菲波納奇數列 然後執行25次運算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 我們先我們這個 我們讓所有人到這一步好不好 我們大概 我想大概5分鐘的時間可以 可以到這一步 就是所有人都要可以執行出一個自己的函數 那大家 你當然複製貼上就是可以做到啦 好不好 不過我們期望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們把這個 首先我們函數名字要做一些改變 對不對 然後接著這個 呃 我們這個AB這些 這些參數的名字你可以做的改變 最後我們給大家一個考驗 好決定了 我們不要給大家5分鐘 給大家10分鐘 但助教最後一題不准幫喔 就是要 要給大家幫 我們啊 現在思考這件事情 剛剛我們開根號是不是SQRT SQRT3 是不是就是開根號 我們希望你寫出一個函數 叫大寫的SQRT 大寫SQRT 他input是一個X 這個東西 然後接著啊 啊當然你可以這樣子啦 SQRT X 好這樣子如果我打SQRT 4 他當然就會回答2 因為你裡面就在用小寫的SQRT 這個R語言裡面本來default的函數嘛 對不對 好我現在想要給大家的考驗是 欸你不准用SQRT這個函數 可是你還是得吧 開根號這件事寫出來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欸如果 不然的話你們就會覺得說 欸不然SQRT這東西他怎麼產生的 對不對他怎麼可能 他如果做這個 做這個東西的話他 總是要有人寫出這個東西啊對不對 如果說沒有人寫出開根號的話 那我怎麼可能可以用開根號呢 所以請你 寫出一個SQ 把菲波納奇數列這個函數學習完之後 寫出開根號函數 好不好 但是不准用 不准裡面包一個自己的函數啦好不好 這樣子 好我們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 然後助教去看一下謝謝 好啦這個開根號怎麼做 這個 大家應該蠻容易可以想到的啦 就是 只是說你可能忘記了 開根號其實就是0.54嘛對不對 那0.54 0.54要怎麼做咧 這樣嘛 對不對那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SQRT 就在說 就在說 4好了 他就會回答我們2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這完全就是一樣的樣子 就是跟那個 小函數是一樣 所以其實這個SQRT 這個函數啊 他本身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做了一個0.54 所以其實我們不太需要他對不對 我們其實可以 完全可以用0.54 來取代 好這樣可以嘛 不過這個 這個 所以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啊 其實所有的這個 呃 所有的這個就是 函數啊 他其實都可以被表達成這個 數學運算的形式 那只是說我們 有一些可能太基礎了 我們可能想不到 好這樣大家可以了解嗎 好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 要來上個就是 呃就是 比較 開始學習就是 比較進階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 套件的使用 跟讀寫檔案 好不好 這個 套件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 就是我們現在 R語言喔 他是一個 就是這個語言啊 他有的函數 基本的函數沒有非常多 但是我們可以載入一些 package 這個package裡面 就有很多很先進的函數 幫助我們去使用 因為畢竟大家 剛剛已經知道一件事嘛 就是這個函數啊 雖然說什麼函數我們都寫得出來 但是有一些東西 我們可能要對他足夠理解 我們才要幫他寫嘛 舉個例子來講 在我跟你們講說 圖像是一個 三維的陣列以前 你們可能根本不知道 圖像是什麼東西嘛 所以你們沒有 可能沒有辦法理解說 JPEG這個東西 怎麼讀進來 變成一個三維的陣列 你們 想要做到這件事 你們還要知道 JPEG的壓縮格式是什麼 所以說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希望 有人寫好函數給我們用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要使用套件的原因 好 那我們首先 我們先介紹一個東西 叫淵尾花 會數據集 叫 IRIS的 這個Flower Dataset 這個東西啊 等一下我們來試著叫出來 他描述三種花 這三種花 是這個 淵尾花的三個亞種 這三個亞種 這個 分別就是 反正就是沒有寫嘛 對不對 然後他去描述他的 花二 花瓣的長度跟寬度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把這個資料集 把他讀進來 這個資料集啊 請你在這裡 這裡有個超連結 這裡 好從這邊下載 下載完了以後啊 請你把他放到這個 放到這個就是 這個 你電腦裡面的資料夾 並且你把他讀進來 讀進來 這個讀檔就是一個 第一個我們需要面對 比較大的困難這樣子 好我們讀檔 好像我是放在這個 Lesson 1 裡面的Data裡面的IIS 注意一下喔 當你 我們今天都有開一個project 對不對 這個project下面的 我們default的資料夾 大家可以看到 getwd 這個是我default的資料夾 default資料夾就是我project下面的資料夾 所以我project下面的資料夾 覺得說我開一個Lesson 1 再開一個Data 那我的IIS這個資料 把它放在 Lesson 1 Data裡面的IIS 這樣子我就可以把檔案讀進來了 那讀進來之後 我可以用head這個函數 來看一下我的IIS這個資料夾 那你可以看到 我的這個資料夾 分別有這個 花瓣花二的長度跟寬度 還有他的 牙種是什麼 這是我讀進來的這個檔案 好那我們現在大家先做一件事情 這個讀檔這件事情喔 非常的困難 因為大家可能現在搞不清楚 這個相對路徑 絕對路徑之類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請所有大家先下載這份資料 並且把檔案讀進來 打下head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好不好 那這個過程一定是非常複雜 我們請 那個大家先做這件事 然後請注意到協助 好不好 好 那大家讀好檔案之後啊 我們來 學習一下怎麼對這個資料表進行操作 好 首先啊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東西 IIS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 我們先用 DIM來問他好了 這個看起來就像一個資料表嘛 對不對 我們用DIM來問他的話 告訴我們說 他是一個150乘以5的一個陣列 對吧 所以他的 然後他的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變數 是不是就是這個 這個長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 其實可以把他的這個 這個就是 把他的這個 就是第一個變數 跟第二個變數 把他分別用XY 把他抓出來 這樣子我的X 跟我的Y 我現在打X 他是不是就是我這個花二的這個 這個長度 這樣可以了解嗎 然後跟我們的寬度這樣子 那我可以用plot這個函數啊 把這個X跟Y 把他畫到散佈圖上面 到按下這個之後 我們在這裡就可以看到這個圖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之間 彼此之間是有一些關係的 這個 長度跟寬度啊 當然就是有一定程度的成正比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這個只是我們簡單的這個 學習一下這個 學習一下這個就是散佈圖這個 好最重要的事情是這個樣子喔 我們今天啊如果想要用 呃 我是用什麼 預測什麼 我是用 我是用長度來預測寬度 我說用長度來預測寬度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 線性回歸 來做這個預測 這線性回歸應該沒有人沒學過吧 這高中就有教啦 大學又給你複習一次啊 所以線性回歸 我們在R裡面要怎麼做咧 有個函數叫LM LM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直接做線性回歸運算 好這個運算出來的結果 他這個 Y等於3.41 減掉0.06乘上X 這就是我們線性回歸運算 這個是他的係數 這是他的係數 我們做完線性回歸運算之後 來我們把這個結果把它記下來喔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用到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 我們把它記下來 來線性回歸的結果我們要在這裡 螺旋報念一下好不好 多少 -0.0 先Be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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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3.41 8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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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0.06 0.06 188 188 乘上X 好 這是我們的 用長度寬度的這個 這個我們求出來的式子 這個式子 我們到時候再來驗證一下 他對的還錯的好不好 這個 有沒有人還記得 現金違規要怎麼 要怎麼用手算 有的話我們來上來寫個名字好了 有沒有讓他站出來的 現場Google不算喔好不好 這個 沒有人記得起來 沒有關係啦好不好 這個 欸你們國考不用考這個嗎 不用嗎 我怎麼記得國考的聲筒 蛤你們 你們不是醫學系的嗎 不是醫學系的 你們是醫學系的嗎 那你們國考不是有統計嗎 喔送他 你們要送的那邊很多欸 病理也要送 統計也要送 還是你們不送病理 維免病理不送這樣子 都送這樣要怎麼過啊 好啦好啦好啦 我們繼續好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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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等一下大家會 大家就會算了好不好 我們這個 呃我們等一下一定會 教大家算 不然的話人工智慧怎麼做出來 大家會覺得 欸靠層次跑一跑都出來了 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我們一定要了解裡面的數學原理啊 好 記住這個結果 好 但是啊這個 呃我們現在再學習 讀取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就比較複雜了喔 這份資料是 手寫數字 我們等一下 把東西讀進來之後 我們就要直接 呈現上去 這是什麼數字了 來 那 首先啊 我們需要 這個 這個 Data Table這個套件 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怎麼安裝套件喔 等一下 這個讀檔這件事情啊 大家 我們剛剛是用 read.csv 這個函數把它讀檔對不對 這個函數讀檔 我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速度 你會發現很慢 等一下我們讀那個檔案很大 所以啊 你需要先裝 package package要怎麼裝呢 來看一下 右下角這邊是不是有很多分頁 是不是有個分頁 叫 packages 好 請你在這邊 點了之後 這邊是不是有個 安裝 點了之後 安裝的套件叫 data.table 好 安裝 安裝完之後啊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函數了 叫做 fread的這個函數 好我們來試一下 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安裝完這個套件以後 大家注意一件事喔 你要先 library data.table library 完了以後 因為我已經安裝完了啦 那在這裡 我是把它放在 lesson 1 裡面 data裡面的這個 手裡數字辨識 好 全部把它 source 一次之後 run 好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馬上要讀完了 這個幾乎沒有花時間嘛 對不對 好但是如果這裡打 read.csv 我們來看一下 喔這裡這裡這個函數要把它去掉 有沒有感覺到我在等它了 雖然我不知道等多久了 欸好像還蠻久的欸 有感覺到明顯的落差吧 對不對 這就是你有用套件跟沒有用套件的差別 好不好 好所以啊這個 把它讀進來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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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它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dimension 是 4200 乘以 785 現在我們看不出來這是什麼東西啦 我們如果直接用head 你會看到 欸 第一個數是label 然後後面說什麼pixel zero pixel one 一直到 pixel 這個 就是783 這是什麼意思咧 等一下我們再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 好好的這個 呃 我們先介紹完再給大家讀檔好了 首先啊 它的第一個 它的第一個 column 是在描述它的數字幾 數字0到9 我們這個 這一份資料裡面所有的數字都是數字0到9 然後啊 它的 後面 pixel 0到pixel 這個783 分別是 它總共有784個像素 784 這個數字是28的平方 所以它其實是28 乘28的一個圖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啊 把這個x 把x 變成這個 不要第一個 複數的索引 複數的索引 實際上就是 這個 我不要什麼 這樣可以吧 那我剩下的通通都要 所以我把它 做-1之後啊 它的dimension我再看一次 它是不是 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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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ザ 0 0 7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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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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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一次它的 Dimension X 注意我現在把 X 裡面的 第一個數字把它叫出來 注意這是不是有四個維度 然後我三個豆點之後第四個 我就是把第一張圖叫出來 我按下 enter 之後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圖是不是看起來很像 倒折的1 這是不是看起來很像倒折的1 看得出來嗎 這個數字越大就代表它越接近白色 我們等一下再學習如何把圖呈現出來 那我們看第二個圖 這是不是很像倒折的0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Y 我們的 Y 裡面的第一個數字 是不是就是 1 第二個數字是不是就是 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隨便挑一個 238 這個我隨便喊的數字 是 7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X 238 這是不是看起來很像7的感覺 好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的話 那我們現在啊 我們到這一步為止 先把檔案下載讀進來之後到這一步 然後讓你看看用正列顯示的這個圖像 就到這一步為止 好那檔案讀進來以後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秀出來了 那秀出來的過程啊 這個 一樣就是我們需要用的套件 那這個套件叫open image 同樣的你只要Library open image 同樣的你只要Library open image 同樣的你只要Library open image 那一樣也要從Package這裡開始灌了 那灌好了以後啊你用Image show 它就可以產生這個 所有數字 那我們來看一下 25這個數字是什麼好了 這是2 所以很明顯啊 它看起來這個 它看起來是有一些這個形狀有一些錯誤的 對吧 那我們要怎麼把形狀改變呢 是不是 這個我們可以用到那個T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有學到轉字嗎 那我們這樣再看一次 欸它是不是看起來像樣多了 對不對 好了我們再來看 我們現在隨便再來秀一點數字好了 舉例來說我們現在秀 D 呃 舉例來說 呃256好了 256 喔1 這個這樣子不太好玩 Y1 那我們再隨便換一個2560 8 好所以這是不是我們現在手上這份檔案 這個X啊是不是就是 描述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我們是可以呈現成圖的樣子的喔 只是它在原始的在電腦裡面的格式 它是一個正列 然後數值介於0到255之間 這樣可以吧 255就代表白色的意思 0就是黑色 那 那個什麼 欸 至於那個 Y這個數字是不是就代表它是手寫數字0到9 某一個數字 總共10個類別 這樣可以接受嗎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換成狗跟貓啊 然後圖像 就是相對應的這樣的感覺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這一個 就是 我們的這一個就是手寫數字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轉90度的這個東西 好那當然啊 我們發現圖像好像被轉了90度 那這個我們可以用T這個函數 這個是矩陣的轉字函數 轉字知道有什麼意思嗎 矩陣的轉字就是直接把 好我們來做一個範例好了 轉字的意思就是假設我們有個矩陣 這個矩陣不見得是要方正喔 叫1 2 3 4 5 6 那我們轉字之後啊 轉字之後 它會變成 1 2 3 4 5 6 好這樣可以嗎 轉字就是 以這個軸 為核心 把它把它翻過來 這樣可以吧 不見得要方正喔 不見得要方正才可以轉字喔 好所以T這個函數字轉字啊 也就是你們現在看到這個範例 1 2 3 4 被桿 1 3 2 4 這樣可以吧 好 好那我們可以利用 回圈 把所有的 這個X裡面的 所有的這個轉字 全部都換掉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函數 好 Dimension X 它是不是 28乘28乘1乘4200 好所以我們 1到 Dimension X的第四個維度 是不是就是1到4200 1到4200 我們把X的 每一張圖 都改成轉字後的圖 這串迴圈就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按一下Run 好它做完之後 我們再做Image Show 好是不是看起來好多了 只要2 2578 2384 就是 好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好多了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Y 好大概也沒有問題了對吧 好到這裡為止我們先我們先做到這裡好不好 然後這個呃 然後我們在下 等一下開始之前我們先在這裡下載 如果等一下大家 我們講到這裡好了 等一下 大家把前面那邊完成之後啊 我們再來學一些基本功 我們今天現在學的都是基本功啊 就是都還沒有進行到 比較困難運算 把這個壓縮檔 下載下來解壓縮之後 解壓縮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一個這樣的一個資料夾 Dogs vs Cat 這裡面有Cat1到Cat100 Dog1到Dog100 然後啊 我們把其中一張圖 把它讀進來之後把它秀出來 好讀進來 然後把它秀出來 好請你現在 做到兩件事情 等一下大家要做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透過這個把手寫數字的那個檔案 讀進來 讀進來剛剛已經讀完了嘛 把它每一個維度都進行翻轉 然後秀出正確方向的數字 這是第一件事要做的 第二件事情要做的是 把剛剛的壓縮檔下載下來 之後啊 把所謂讀進第一張貓的圖片 如果你想要換圖的話 你可以把它Cat1 把它Cat100 然後我們再秀一次 好欸他看起來可愛多了 好 好那我們也可以改成Dog Dog100 你比較喜歡看狗的話 我們可以把狗讀進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做這兩件事 所有人都要 在螢幕上面可以看到這個 有圖跟貓的 狗跟貓的這個圖案 好不好 好那這個 你圖讀進來以後啊 我們最後就學習一些基本的操作 今天早上就上完了啊 剩下就是 那個下午比較困難的部分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像 讀進來之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這個 如果你讀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欸這個 像我剛剛讀的是第100張狗 他的dimension是397x500 然後啊 我如果讀的是第100張貓 欸 怎麼 不給我看 不給我看圖 好第100張貓的話 他的dimension是499x403x3 所以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情 欸他的這個 維度不一樣嘛 對不對 那他的這個 都不一樣 我怎麼把它合成同個陣列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 把它合成同個陣列 對不對 像剛剛 手寫數字 我是不是全部都是28x28的圖 的圖片 可是這個貓啊狗啊 這個JPEG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發現 好像Size都不太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啊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呢 我們想要啊 把所有的 圖片 都resize成224x24 至於為什麼是224x24 因為我們之後啊 等一下我們要運算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的Size 是224x24 好所以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resize 喔對另外就是 如果你仔細看他的數字的話 他的數字是介於0到1之間 他不是介於0到25之間 我們可以把他的數字弄出來看 好 那如果我們只Show ImageShow 好他 他這裡的樣子 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因為我只有 呈現五個數 五個數字啊 如果這邊多一點 好大概 大概 大概就會 看起來就是解析度會再高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這個看起來 貓的耳朵已經看出來了吧 這樣可以嗎 阿如果 我們 舉例說1的話 他就是完全黑白的 阿這個就是紅色的部分 然後這個綠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 這都黑白的喔 好這樣才是有顏色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圖 圖把它完全展開好了 這就完整的貓 然後我們只看 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長這樣 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長這樣 藍色的部分長這樣 好合起來 我們的眼睛就會把它合成成這個樣子 好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好那我們想要怎麼resize 有個函數叫resizeImage resizeImage 可以指定 把我們的 Image resize成指定的大小 像我們resize成224x24 method我們使用 bilinear這個方法 去做這個resize 好 resize的Image resize完了之後 好 他的dimension就變成了 224x24x3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 這樣imageshow 好你就會發現 他被我們resize成固定的大小了 總之就是一個正方形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你想知道 有哪些參數可以調整 函數的參數啊 我們可以使用help 然後打 中間打函數 我們在這裡 在help這個分頁中 你可以看到 他有哪些參數 像image 他就是輸入一個 matrix 或是一個三圍的圖片陣列 然後 寬度高度 然後還有method 他可以用nearlist 跟這個bilinear 那我們選那種是bilinear 這你可以換nearlist 看 看那個效果怎麼樣 好那我們要怎麼把所有的貓咪圖片 跟狗的圖片把它讀進來 我們可以把 我們先把貓咪的圖片讀進來 我們可以把 cat image這個東西啊 把它 把這個東西 把它想成是一個 24x24x3x100的這個陣列 然後我們可以 i從1到100 把每一個image全部都讀進來 然後這個paste image這個i是不是會跟著我們跑 這個i等於1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是第一張圖讀進來 i等於1 78的時候 81的時候 這個路徑是不是就被變成 就隨之改變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image 是不是就可以從第一張讀到第100張 讀進來以後 先把它resize resize完之後 再把它填入 第i一個 這個 第i一個channel裡面去 好我們現在來 把這一串執行完喔 看好 哦 哦 路線不存在 因為我是放在listen 1裡面 好他需要 執行一段時間 因為總共100張圖嘛 所以需要執行一段時間 好我們現在來看 image show 好第一張圖 好第二張 第十張 第五張 十張圖 第五張圖 好這就是不同隻貓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不是就是 不同的貓的圖片 好這樣 這樣我們可以指定 一隻貓咪的圖像 好 如果你把貓讀進來 你會狗讀進來 就非常簡單了 我就把貓的部分 改成dog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哦這個lesson lesson1一樣要打 好一樣我們來image show dog 第十張狗 第25張狗 好是不是 是不是就全部讀進來了 好如果我們想要把貓跟狗 讀一起放進來 在同一個裡面要怎麼做咧 我們可以產生一個200的這個 這個 陣列然後把它 貓跟狗的把它放進去 好這樣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個 如果我現在在這個 大的這個image array 把它放成 覺得說 165 這是狗還是貓咧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這是狗還是貓啊 這應該是狗嘛對不對 我有聽到 對啊因為我們從第100張 到第101張到第200張 應該是屬於狗的範圍嘛對不對 第165 實際上第65張狗對吧 那如果是第87呢 這是一隻貓 而且是第87張貓 第87隻貓 這樣可以齁 好那這樣子大概 我們等一下到這裡為止 大概就可以 我們如果想要把image array 這個東西把它存下來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叫save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這個過程我們是不是要 要做蠻久的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檔案啊 可以留下來 之後我們這樣子 讀取的時候比較簡單 我們可以save image array 然後把它存到這個 存到這個image array這裡 這個檔案來 注意我們現在這裡 是沒有image array 這個 這個路 這個東西的喔 當我們save完之後 欸 我本來是不是有啊 我把它刪掉好了 再一次 好它是不是有一個image array 這個東西 image array.rdata 這個東西 它總共有200多MB 好我現在把它清空之後 我可以load 好把load 好把load進來之後 是不是這邊就有image array 這個東西 這就是我剛剛儲存的那個東西 我一樣 image show 第100 187張 它又可以把那隻貓給叫回來了 好所以說 這樣我們是不是學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 呃 我們可以 把 剛剛的jpeg檔 把它讀進來 resize之後 儲存成一個固定的格式 把它儲存出去 然後我們隨時想用的時候 再把它叫回來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早上學到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的嘗試 回圈啊之類的處理 好那 我們 今天 我們基本上這個 呃 已經大概都了解完了 我們啊 在 我們等一下 我們基本上可以去吃飯了 那但是啊 去吃完飯 去吃飯的時候 吃完飯之後 那個 呃大概在 呃大家 下一節課 就是那個 呃1點 我們 我們1點的時候就開始上課 好不好1點開始上課 那這個1點上課 這個 呃 12點半的時候 你們12點半前 一定要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啊 有辦法把 R語言 還有RStudio 注意R語言要怎麼裝咧 來 上網 R 拿來這裡 然後這裡有download R for Windows 好你這個可以downloadR for Windows 你們大部分人是Window嘛 所以就downloadWindow 如果你們是Mac的話就用Mac 好把Bass的下載下來 現在是4點0.2 真的是比較 比較新的版本 我是建議 我是建議裝3.6啊 那如果 你可以 呃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找一些 比較舊的版本 好downloadR 好這裡喔是不是 好這裡喔是不是 點這個按上去 就再點進去 就是剛才步驟這一次 然後我按這裡 站在這裡 只站這裡 然後他還有個站在這裡 他還有個 這裡 喔這邊有比較舊的版本 我們用比較舊的版本 我們就安裝這個 3.6.1好了 這樣跟這個 呃 大家電腦上現在有的是一模一樣的 3.6.1 安裝 然後記得喔你們要安裝64bit的喔 不要安裝32bit的 好不好 安裝32bit沒有辦法關那個套件 安裝完3.6.1之後 請你在安裝R Studio R Studio R Studio Download 把downloadFree版本R Studio Dashboard 把安裝下來以後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打開 你就可以在你的這個電腦裡面 找到那個R Studio 然後把他這個打開 打開完以後注意 請先安裝一個特殊的套件 這個特殊的套件在這裡 請你用這一串指令 這一串指令 把它安裝起來 這一串指令 把它安裝起來 就是直接複製 到下面貼上按Enter 理論上就可以把這個MXNet 這一個套件給安裝起來 如果你要確定 你到底有沒有安裝成功 請你打Library 如果你沒有任何錯誤訊息 直接就可以 所以 這樣子就代表你安裝成功了 我現在隨便打JR MXN1 你是沒有安裝起來 他就會告訴你說 找不到這個package 所以啊 這個我們現在來這個 我們來定一下時間 就是我們現在基本上是可以去吃飯了 不過學餐是不是十一點半來開啊 好時間十一點半來開沒有關係 你們先回去 因為等一下要準備筆電 你們先準備一下 把這個R跟R Studio 把它安裝起來 然後並且把MXNet裝起來 如果你們發現你們沒有辦法把 MXNet裝起來 Library MXNet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請你們十二點半就先來 好不好 就是助教先幫大家做 安裝 不然的話我們等一下是沒有辦法上課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有哪些東西要先裝 MXNet比較難裝 他需要這樣裝 剩下還有大家要安裝一個 比較 就是比較花時間 是一個叫Shining的套件 Shining可以這樣裝 Shining就直接package這裡 Install Shining 這個套件也比較花時間 先裝起來放著 好不好 然後一樣用Library Shining來確定 是有安裝到的 好那我們就先上到這裡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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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